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第九节此后我观看什么事情之后呢 就是他看见了天使要拿着上帝的印 然后印在以色列儿子们的各支派的额头上 那我们在上一段有解释 有人比较倾向认为 这个是所谓的真以色列人 就是教会 那有人认为他是属于在耶稣基督 第二次要来之前 末日来临之前 上帝要让这个很多的犹太人 可以大规模的信主 那我比较支持后者 因为理由上次也讲过了 因为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 法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提到的 上帝在整个我们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我们的普世的福音的运动当中的最高潮 就是有大批的犹太人会信主 那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这我们上次有讲解过 你如果跟我的看法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们就彼此参考 但是不需要帮我贴标签 我定罪我 好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第九节他们说 此后他又观看到另外一个异象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这个人数呢 是多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能够数过来 所以代表跟刚刚的 那个14万4千人的人数 是有很明显的差距 这个是数不尽的 就像天上的星 还变得杀那么多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代表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当然也包含犹太人 但主要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民族国家 语言民族的人类 他们是得胜的基督徒 要来到这个天上的 证明有讲到 要来到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所以这些人呢 得胜的圣徒 约翰看见一个异象 在天上的得胜的圣徒 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 他们会一起来朝建主 会站在宝座 就是上帝的面前 以及在羔羊的面前 然后呢 他们都怎么样 三穿百衣 代表怎么样 他们是得胜的圣徒 他们在地上经过了 信仰的考验 然后最后他们得胜 所以他们被赏赐 可以穿白衣 代表他们是得胜者 也代表他们可以做神 永远圣洁的祭祀 那他们呢 就这个手拿这个中树枝 然后呢 让我们想起祝鹏节 以色列人在过祝鹏节的时候 按照上帝的吩咐 会拿这个中树枝 也让我们想起 我们刚读过的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 第十四章 他讲到说 在这个幕后的日子 就是这个 上帝已经审判了第三个罪恶 消灭了第三个所有 反抗他的 抵挡他的这些 万国万民的这些首领 这些背叛者之后 没有参与这些背叛行动的外邦人 剩下的这些人 他们是愿意来信靠上帝的 所以呢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说 在末日 万国万民的人 都会来过祝鹏节 所以这边就是那个预言 在这边就实现了 在末后的日子 在这个整个上帝完全得胜之后 世界各国的人 他们都来信靠主 他们都来过祝鹏节 手拿中树枝 中树枝也让我们想到 之前大概一百六十五年前后 这个有一个叫马加比革命 也就是有这个犹太人的一个 祭司的家族 他为了反抗 这个希腊的皇帝 希腊的国王 糟蹋他们的圣殿 侮辱他们的圣殿 而且不准他们敬拜耶和华 所以有一个祭司的家族 就起来反抗 甚至后来还推翻了 希腊人的统治 让犹太人 大概有一个一百年左右的 政治上的独立的情况 这个马加比革命 当马加比革命成功的时候 他们重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两旁的民众 就是手拿的中树枝 欢迎他们光荣进城 洁净圣殿 所以这些都 这样的一些异象 现在都集中在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这些穿白衣的人身上 手拿中树枝 而且他们是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归于这个字 其实我觉得 更好的发现是属于 就是说 其实呢 赐下救恩的 他是属于谁 是属于上帝的作为 而上帝已经坐在宝座上 完全得胜了 而我们也在地上经历了 信仰的试炼 跟熬炼 之后我们也得胜了 如今我们 蒙上帝赐我们 可以穿白衣 各族 各方 各国 各民 都来到上帝 跟耶稣基督的宝座前 一起来 加入 还请上帝 得胜的行列 所以才说 愿救恩归于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我们现在读 第十一节到最后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伏余地 敬拜神 阿们 颂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张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主你知道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了 做宝座的 要用帐墓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 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十一节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我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余地敬拜神 当这个 约然看见在天上 有一个异象 在幕后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 已经完全在地上得胜的时候 所有世界各国的人 那些真实的信靠主的人 都会得胜 穿白衣 拿着忠树枝 来到上帝跟羔羊的面前 敬拜他们的时候 哇 连这些天使们 他们也全部加入这个 颂赞敬拜的行列 他们会说什么 第十二节 阿们 就是他们也同意 阿们 同意刚刚 那些数不清的穿白衣的 得胜者的敬拜 阿们 然后他们说 颂赞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七个又来一次 七重赞美 七重敬拜 这个在五章十二节 他们那个敬拜 这位被杀的得胜羔羊的时候 已经用过一次七重敬拜 七代表完全 所以代表完全的敬拜 完全的颂赞的意思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所以你看 跟那个第五章很像 就是天地万物都来敬拜神 那这个第七章这边是讲说 得胜之后 天地万物 也都来继续来敬拜神 所以让我们看见 就是基督 他在这个领受 这个幕后的上帝的计划之前 已经先宣告他会得胜 所以天地万物都已经来敬拜他 那第七章讲是说 在他真的得胜之后 有更多的人会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 这些穿白衣的得胜者 还有这些天使天君 都会加入敬拜的行列 十三节 长老中有一位就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他 那我就对他说 我主 你是知道的 我主是一个尊称 并不是把他当作神 约翰的意思是说 你请说 就是说 我可能不是很清楚 请你告诉我 这些穿白衣服人是谁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像我说 长老像约翰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经用羔羊的血 就是主耶稣十字架 所留的宝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大患难 让我们想起 但一里书十二章 也有提过预言过 这个大艰难 耶稣自己 在福音书中 也多次提到 末日的那个审判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大灾难会出现 就是这边所提的大患难 那这些穿白衣服人 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出来是什么意思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 他们是这个大患难降临之前 上帝很爱他们 先把他们带走 先把他们在灾难来临之前 就把他们从地上 把他们提到天上去 这是所谓的灾前被提说 我个人比较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也请你原谅我 那我们说从火里走出来 不代表你从来没有经过火 只是你从火中走出来 这个火没有烧到你 起书里面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 很多线索 灾前被提的理论 可能比较站不住脚 那基本上上帝用大灾难 是来审判 当然也是警告 还没悔改人 赶快悔改 但是上帝的这个大灾难 他是不会伤害到上帝 忠心的仆人 可是那些被上帝管教审判的那些 恶人 还有龙啊 兽啊 魔鬼啊 他们会把那怒气 发泄在圣徒身上 所以在大灾难当中 虽然上帝没有直接对圣徒动手 可是仇敌会对圣徒逼迫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殉道者 所以在第五印 还记不记得 第五印揭开的时候 在那个坛底下的那些殉道者的 灵魂或生命 呼喊说 到底还要等多久 你的大审判才会降下 在地上 那耶稣说 再稍等一下 因为还在等一些人 他们也会跟你一样会殉道 所以代表说 一定是在大灾难当中 还有很多新的殉道者会产生 这样子殉道者的数目才会满足 您懂我意思吗 所以灾前被提 理论上是比较站不住脚 但灾前被提有一度 很受大家的欢迎 为什么 赶快来信耶稣 免得大灾难的时候 来的时候 你很苦 所以最好跟我一起信耶稣 在大灾难来之前 就可以先被提 躲过这一切 这种说法 有一度很多人蛮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上下我们来讲 应该比较不是这样 好 那这些人呢 他们 在这个大患难当中 即便面对仇敌的逼迫 他们还是得胜 坚持到底 即便可能殉道 那他们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装洗白净 他们高氧的血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十字架救恩的福音 他们在患难当中 在魔鬼的试探 罪恶的试探 仇敌的攻击 还有我们接下来看 启示录 那个敌对神的那个国度 是无数不用其极 就是逼迫圣徒 圣徒也是会有软弱 害怕跌倒的时候 但是这些是不断的靠着 耶稣基督 十字架救恩的福音 鼓励自己 跌倒了 再站起来 失败了 软弱了 再被圣灵感动 再站起来 信靠主到底 你不是钢铁人 都不会跌倒 不是的 但是 圣灵光照你说 你就再一次的站起来 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再一次的悔改过 得胜的生活 这就是用羔羊的血 把自己的衣装洗白净了 以色列人呢 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 来到西乃山下跟神立约 他们也都是一样 要先自洁 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 才能够来跟神立约 我们今生今世也是一样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不是代表你从来不会犯错 而是你要不断的相信 羔羊的血 可以洗进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依靠羔羊的血 才能够得胜 走到终点 面对主 所以哪里软弱跌倒 就哪里被圣灵提醒光照 赶快站起来 继续过得胜的生活 好 所以他们就在神的宝座前 昼夜在他的殿中 侍奉他 做宝座的 要用帐幕复辟他们 接下来 就是长老就告诉约翰说 他们会得到的奖赏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他们会做神 圣洁的祭司 永远来 侍奉神 那现在所看到这个天上的圣殿的异象 他到后来 启示录的最后 他又会改变 他会变成新的 一路撒冷从天而降 而且呢 不再有所谓的圣殿了 因为神要亲自做 我们的圣殿 我们就在神的里面 敬拜神 所以这边说 他们在神的宝座前 昼夜就是永远 日日夜夜 都很荣幸的 很荣耀的 在圣殿中 要服侍上帝 做宝座的 用帐幕 帐幕其实让我们想象一下帐篷 就是会幕 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的帐幕会复辟他们 保护他们 第二个 他们不再 积也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 也不会伤害他们 代表呢 他们不会再 继续 这个遭遇到 这一些逼迫的患难 因为他们在大患难的时候 他们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是得胜者 他们到神那里之后 再也不用接受 这一些逼迫跟患难 不会面对到逼迫的时候的 饥饿 干渴 也不会感受到那种 被逼迫的煎熬 如同日头的炎热 伤害他们 所以感谢神 他们不会再 为义受逼迫 再来第十七节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羊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插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第三个 他们的奖赏 就是他们要被 羔羊永远的牧羊 他们之前遭遇患难 好渴都没有水可以喝 很煎熬 但是呢 羔羊要牧羊他们 到渴安些的水边 有永远的生命水 给他们喝 他们要得医治 得安慰 然后呢 神也会插去 他们自己在地上 遇到这些逼迫艰难 考验的时候 所流下的眼泪 得胜者不代表 不会流眼泪 得胜者会流眼泪 会痛 会难过 会害怕 但重点是 他会不断被圣灵鼓励 站起来 站起来 坚持到底 因为你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 不是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 是在 这个世界背后的 神国度的计划 那才是真正的世界 所以你就会 能够胜过 你看得到的 这些困难的环境 穿透它 看见背后 上帝永远的国度 已经建立了 神会插去我们的眼泪 我们很喜欢这种经文 很多在追尸礼拜的时候 就是说 神必插去我们眼泪 我们不会再流眼泪 这是给得胜者的经文 不是给我们在世界上 小情小爱 遇到一些困难 一些不如意 流眼泪 神就安慰你 擦眼泪 这经文不是这样用 这是给那些真真实实 愿意走十家道路的得胜者 他们曾经流泪骨气 但他们得胜到神那里去之后 牧人 好牧人 要为他的羊群们 插去 曾经受过的眼泪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主我们希望都成为得胜者 我们都希望在大患难当中 我们可以挺过来 我们可以走出来 见你的面 主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年日 都有许多的挑战 困难 甚至是诱惑 试探 跟压力 让我们不走你的道路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我们渴望可以永远 成为你圣洁的祭司 我们渴望永远得着你的牧羊 我们渴望永远能够与你同在 有一天 不用再为异受逼迫 因为有一天 这个世界不再有罪恶 也不再有痛苦 只有永远的圣洁与荣耀 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